算是比去年還要穩定 對 所以整個勝率還算是滿高的 打得不錯 有打到甜蜜點喔 而且一路滾到拳打牆邊 現在李宗賢要一口氣來到了得點拳 一出去之後呢 李宗賢敲出一支長打 站上了二壘 弱項 嗯 這一球也打得不錯 在中外野方向 撲下去沒有接到 行程一瞻打 現在李宗賢 停在三壘 范國城這個時候也是 喔 這個時候是 停了一下又往前衝刺 所以范國城的二壘安打有一分的打點 幫助富邦漢將來掀持得點 1比0 這一次打中右外野方向 要不要拼二壘呢 應該不會 這個位置應該不會 所以這個時候安打出現是沒有問題 打中右外野方向 沒有繼續去找他的這個 冤家鄭凱文的一個防區 對 那就好一個壘包就好啦 他產出 他的手感是滿不錯 嗯 王世聰打第一球 在中外野方向非常深遠的位置 喔 又是一支長打 現在林哲軒繞過三壘 要繼續搶攻本壘 王世聰的二輪打掉 一分的打點 現在富邦漢將很快再把領先 要的回來 哇 攻投 這個時候敲鞍啊 長打 帶一分打點 對 沒錯 現在的地方就是他的一個長打的破壞力 這是他本賽季的第一支長打 第一支二輪安打 看起來是完全咬中 比較外側的地方 他其實不是到很甜的位置 他外側他就是 這個 算是比較逆向的這種攻擊 嗯 方右邊的中左外野 對 不是他的自責分 右半邊打得不錯 來看看最後的落點 多賽的技能內行程打 王聖偉現在通過的一壘要繼續往二壘來挺進 王八把握機會喔 在八局下半敲出一個Leal of Double 這樣子的話就會讓富邦漢將有更好來拿下這樣比賽的機會了 是 這個弱點實在打得很好啦 嗯 王聖偉加上追尊打是連續十一場 就慢慢會去修正一些東西喔 點下去 投手接球 傳三了 傳了一個大爆船 這份要送回來了 哇 這個時候富邦漢將是 跑回了第三分 獅子籤 傳了一個大爆船 連李宗賢也是安全上了 而且又繼續攻擊到得點圈 這個爆船失誤 付出的代價 這個投手自己的守備失誤 傳準應該會出局喔 應該會 因為這個滿強勁的 這個球點得很強勁 四指先接到 馬上傳三了也是正確的 但是反而沒有傳好 來看過程當中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楊楊 看完影片記得要點一個愛心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記得幫我點一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了